一辆铁皮火车,金隋军和八路军抢着上,只因一个往南一个往北,并不同向。 金隋军嘲笑八路,只有几杆破枪,北上能有什么鬼子,不如给他们南下正面战斗勇。 两方人马一言不合,又都是血气汉子,直接打了起来。 两方的团长赶来喝止,小兵们立刻停了下来,但仍满脸不服气。 两方团长分别是金隋七军114团的团长郭子云,和八路军129师769团团长陈希莲。 铁皮车虽然是八路军的,但金隋军是为南下参加和鬼子的正面战斗。 陈希莲认为,正面战场确实很剑气。 再说了,铁皮车目标很大,不适合悄悄行进。 于是大手一挥,把车让给了金隋军。 旁边的正是男人赵营长赵大力,他听了十分不可置信。 来不及都说,日军的轰炸军凝笑着向这里投射了子弹。 陈希莲一把扯过一个不会躲的呆头兵,结果发现是女军者郭小军。 混乱来袭,没时间再翻遍争端,刚才还把彼此当敌人一样干架的金隋军和八路军,转瞬就背靠背一起抗敌。 郭小军兴奋地记录下了这一刻。 混乱过去,郭小军赶过来谢谢陈希莲,顺便提出了要采访刘伯成师长的要求。 师长之前确实提到过这件事情,陈希莲说师长已经离开多日,现在见不着。 郭小军不肯放弃,他当即表示要和部队一起南下,直到遇见刘伯成师长,说着他还递上了一笛照片,是他在平行关战役时强拍下来的。 可惜都不是战事画面,既然是带着介绍信来的,师长也手肯过,陈希莲没什么多说的。 他把郭小军的安危托付给赵营长,酒麻不停蹄地带着大部队继续前进了。 时间仅任务重,769团是有任务在身的,那就是25日前必须到达燕门关,否则将要延误军情。 这一路跋山涉水,苛苦了郭小军这个身交体弱的女记者,她从未走过这么多路,脚也磨出血来,可是让大男人架着走。 矜持的郭小军坚决说不,这也拖累了赵营长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。 陈希莲见了,心里也十分焦急,他叫赵营长去台,郭小军不让,他说他耽误行进速度。 郭小军毫不客气地说,你们都不往正面战场去打仗,我能耽误个什么? 好赖话全部听,陈希莲也没办法了,两人针锋对麦芒地干了一架,不欢而散。 这时候可不能再全顾着女孩子的心思了,赵营长想了个折中的办法,就是把郭小军用单架抬着走,过河了。 敌军的飞机一直营绕在上空,所有人的神色都十分紧张,不过飞机似乎没有注意到下方的这支队伍。 郭小军紧紧地抓着单架杆子,嘴上却仍不饶人地和赵大力打嘴仗。 嘲笑他们除了逃跑啥也不会,赵大力一边警戒着停上的飞机,一边还应付着他,说骑马还能不让他掉进水里。 结果一波延出法随,郭小军直接翻进了河里,陈希莲赶忙一把将他捞了起来。 自然,郭小军湿漉漉漉的衣服就得交给赵大力取着风干了。 马背上,和赵大力打了一路最佳的郭小军很是得意,然而轻松的时光十分短暂,敌军很快发现了队伍的踪迹,投下了数颗子弹。 八路军拼死抵抗,但只能看着远去的飞机无可奈何地痛骂。 日军的飞机炸死了八路军不少人,其中就有联络员和电台,这下769团要成了失联的孤儿了。 这样下去太被动,陈希莲想出一个办法,那就是以身试险,走在一线天的峡谷里,独一把敌人会不会嚣张地跟过来。 他把队伍分成两波,因诱敌人进攻,鬼子果然中计,在狭小的峡谷之间躲避不及,触笔炸亡。 部队跑到了山林中暂时休整,赵大力和身边的小编姑娘与老刘讨论起来,怎么之前的飞机声音小个头小,今天的,却要给耳朵给震聋了。 一旁的郭小军没好气地给他们科普了,近大远小,只是因为飞机离得近了,声音就大,这句话点醒了赵希莲。 他脑瓜一转,立刻想到了对付鬼子的新计划。 山林之中,769团的行军计划整个改变了,白天睡觉,夜里行进,只因为陈希莲已经猜到了,鬼子的机场就在附近, 现在,他们必须谨慎小心地行动,不能轻易暴露踪迹,因为稍有不慎,就会全军覆没。 足以待毙可不是陈希莲的性格,他早有安排。 首先就是看看之前擅自离队偷回家看老母亲的牌长,给他骂得狗血喷头,又亲自解开他自行绑住的双手。 这一切可不是为了情分饶了他,自然是有重要任务交给他,那就是要摸进鬼子的机场,牌长兴奋地领命而去。 夜晚的军帐篷里,随军的郭小军发现了高烧,陈希莲摸了摸他的额头,确实滚烫不已。 赵大力说,他这岂不是摸了女人的脑门? 陈希莲明理斥责赵大力,说那是军有的脑门,支走了赵大力。 陈希莲却忍不住回味了一下手背曾触过的细腻,啥细腻,只有滚烫。 陈希莲甩来甩手,赶着去处理下一个军务了。 白天,赵大力给郭小军端栏了陈希莲嘱咐过烧的热粥,郭小军和赵大力聊了起来,他仍然以为,这支部队是因为装备太差,而需要逃避正面战场,需要保存实力。 赵大力说,哪个正常人会进狼屋里保存实力? 郭小军要投,仍认为赵大力在嘴硬,他还不知道,日军的机场就在附近,他已经身处战争之中了。 牌长带回来了好消息,他们已经明去了机场的位置,陈希莲带着一组小队仔细观察过日军机场。 当夜,就令这支小队深入机场,同时也下了令,不要惊动敌人,摸不透情况就回来,小队里面而去,然而听不遂人怨,谁也没想到,鬼子竟然就塑在飞机里,警笛声响彻了敌军营地。 这一情况自然也惊动了日军,日军军官认为,不发枪只用刀,发现了就逃跑,说不定是土匪,是老百姓,事情真的会有这么简单。 这边,一心想着奔赴战场的郭小军十分着急,只问部队怎么还不上战场营地,他要见陈希莲,而陈希莲可没空见他。 这边正是猎火朋友知识,他们的电台修好了一半,只能接收信息,不能发出信息。 收到的消息里,日军派出飞机轰炸我军,遮损了大批人马,时不十分着急。 询问这支消失了的队伍到底在哪儿?负责人陈希莲又在哪里? 鬼子的机场又扩充了人马,陈希莲直觉眼里能冒火,他咬牙切齿道,他要炸鬼子机场,要炸空鬼子的代药库,事情紧锣密鼓地开张了,他油条不稳地一条条布置下去,一切就在第二日。 然而当天下午,郑伟就找来陈希莲谈话,已经耽误两日了,再这样下去,25号到不了燕门关,就有违拘令。 况且,他不看好炸机场的行动,机场可以炸,炸机场又要牺牲多少人,这三千人马不能折损在他们手里。 西洋的山谷里,陈希莲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,打还是不打,陈希莲催了一口,一个打艇站起来,打,这是最好的机会,天上的飞机不好打,地上的,难道还奈何不得? 炸掉机场,对正面战场就是最好的支持,要是为此丢了命,值得,他奔会营地开了一个小会,宣布了这决定,会议上的人都露出了笑容。 郭小军看着这一切,也十分振奋地笑了出来。 但我们是中国军人,我们是八路军,我想只要计划周密,在增援的鬼子赶来之前拿下机场炸掉飞机是完全有可能的,这是对新口战场最好的支持。 我想刘伯成市长在这儿,他也一定会这么做的。 偷袭出现成效,日军更是为此加重了兵力部署,郭小军为陈希莲写了一篇报道,报道中,他夸赞陈希莲是民族中的雄鹰,经过这么多的相处,他已经喜欢上了陈希莲,他直白地告白,惹得陈希莲不好意思地落花而逃。 但他许诺,战争结束后,要给郭小军打一只鹰,名字里,赵大力被陈希莲安排下河摸鱼,就是在河里摸索一下日军的情况。 郭小军可不能错过损赵大力的大好时机,给他光屁股照片拍了好几张,然而欢快的时间,在战场中怎会持久,日军发现了赵大力的行踪,他就这么在郭小军眼前牺牲了。 那些戏虐的照片,是赵大力人生中最后的照片,郭小军带回的衣服,是他以后的衣贯种,整个屋子都留下了凝重而悲痛的气氛。 此时此刻,门外走进了一个拿着鬼子刺枪,穿着白衣服的人,正是赵大力,机灵如他,憋了一口气,前进水里死里逃生, 还缴了三把武器,他得意洋洋地走向陈希莲,陈希莲区还没有从差点牺牲掉他的恐惧中回过神,陈希莲的计划竟然袭人,但也引起了日军的疯狂反扑,他们扫到了机场附近五十公里所有的村镇,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无一人幸免,部队走过的村落里,曾经热情的乡亲们都成了层层叠叠的老师,面对此情此情,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得出来一句话,所有人的恨都凝聚在了一句话里,立即出发,燕门关,部队要出发了。 赵大力去来报说,郭小军不见了,没时间耽搁,陈希莲紧锁眉头,也十分焦虑不安,但计划不能改,部队分成两波,一直走山路,一直走公路,他要明晃晃的,只有这么明显,才能让日军不敢轻易行动,然而这些都是烟雾弹,他只是明面上假意撤离,到了一里,他方向一转,直向机场架去,他自己则领了一小队,第二天一早,拜访了当地乡身郭老爷家,郭老爷家是参与过鬼子占领的机场的修建的,不久前,也自己囤积了一批武器, 没想到,郭老爷家全是熟人,长子正是曾经和他们抢过车,共同抗过敌的禁随军团长子云,长女竟然就是郭小军,原来他消失,是回了家,他的母亲在前往太原的路上,遭了日军遇害而亡,家中把子女召集回来办丧事,陈希莲恳求郭老爷协助,但郭老爷为保当地百姓安危,怕事后遭到日军清算,不肯相助,不过他仍然款待了他们,所有人把酒延换之时,郭小军偷偷支开家中下人,给陈希莲偷家里弹药,争取了时间, 而郭家大门前也迎来了不速之客,日军带着人马来到了郭老爷家,他们打算让郭老爷这个地头蛇做他们的傀儡,并上交郭子云带回来的兵犬,是非之地不宜久留,陈希莲告辞了郭老爷,便留下嘱托,请他们一定要尽快离开,郭老爷也明白这里待不下去了,郭家举家前往太原,走之前把最重要的东西送给了陈希莲,那就是机场图,陈希莲高兴得差点蹦起来,他感激地看向送信过来的郭小军,一切不必多说, 他活速地把任务布置了下去,带着必死的心,所有人奔向了敌军机场,夜黑风高,潇潇水边,陈希莲点了一支赶死队,他是领头人,队伍不要独子,只要家中还有兄弟能赡养老人的兵,郭小军收到了风声赶过来,也要成为赶死队的一员,也许他不能杀鬼子,但能用他的相机记录下他们抗敌的影子,陈希莲答应了,但是只许他留在指挥所,临行前,郭小军忍不住喊了一声陈团长,陈希莲回过头来,两人相识了短短两秒, 一切似乎也在这片刻中说紧了,这场有关键意义的战斗终于要进入最后,也最关键的时刻了,陈希莲领兵深入,卧在森林中,一步一步,巨大最后的冲锋,这时,一个机警的日军发现了他们的行踪,就是现在,陈希莲大喝一声,冲,潜伏的八路军轻吵而出,火光,血光和枪欲爆炸的声音,交织出了悲壮之音,在这杨浦机场彻夜响起,一个要手,一个要炸,两方人马都付出了血的代价, 战友死在眼前,敌人的血也不停在眼前蹦开,火光之中,浴血弥流的两个敌军将刀互相插入胸口,又一起砸向地面,姑娘临死前,拿出小刀刮了两架飞机,她露出了如是重负的笑,那是她和战友小刘打过的赌, 有关飞机到底是不是铁座的,小刘已经死了,她也终于知道了,飞机不是铁座的,机场里,已经炸了三架飞机,赵大力满口嗜血,她自知活不了了,这次,她坐不到死里逃生了,她笑着拉开手榴弹,迎着一架飞机而去,陈希莲一时晃了神,此时此刻,一个日军正向她举起手枪,偷跑来拍战时场面的郭小娟,急得大喊了陈希莲的名字, 声音惊醒了陈希莲,也引来了日本人的子弹,她长面在陈希莲的怀里,山花遍野,所有活下来的人,站在土坑之前,这土坑里,是那些牺牲的战友,三十多个战友的生命,炸了日军二十四架飞机,兼抵一百六十余人, 团长, 散架了, 山花遍野,圣圣团长,故人阴,似有银灵,颤颤蜜语,女儿情,悠悠丝绸,千方已故,万载秋, 枪弹无情,但只枪人自有打不灭的国恨家仇,冷尸无言,但灰土掩不住的贺血,自有阵龙发聩的怒吼, 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和气幸运,总有人替我们负重全行, 在不知何时会降临的动荡之前,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,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。